你这手 我这个手是先天性的 双臂高位缺失 是有手指的 有 是可以握手的 就是生下来就这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农村嘛 医疗条件不是很好 就是交通也不方便 所以我妈怀我的时候 就没有去打过B超 一直到生下我才知道 才看到我是这个样子的 但你这够得着东西吗 可以吃饭 还可以吃饭 你还可以玩手机 对的 我还可以平常自己出去买菜什么的 然后就这么 对 那打电话呢 打电话可以 这也可以这样 然后你然后来电话呢 一接 然后这样说话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困扰呢 就是太高的东西够不着 我生活当中大部分主要都是靠脚生活 靠脚生活 手的话就是提东西 就是不能提太重 然后自己一个人出去买菜呀 做饭呀 还是可以的 慢慢做 也就是说 其实你是不需要被照顾的 小的时候就是20岁以前吧 我的生活还是不能自理 就是吃喝拉撒全都要爸妈帮忙 出门的话身边就会 我妹妹会跟着我 都是她照顾的我 一直到初中毕业以后 就是我们两个人考了不同的学校 她去她的学校上学了 然后我就辍学了 你爸妈会在两姐妹当中特别的照顾你吗 怎么说呢 我从小我爸爸妈妈 生下我以后呢 也没少到别人周围的眼光 就是亲戚朋友也会劝他们把我扔掉 可是我爸爸妈妈没有 他们还是把我留下来了 后来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也经常生病嘛 差一点也就没了 所以我爸爸他就是背着我到处跑 看医生又活过来了 所以我就是小的时候我的性格就像一个男孩子一样 我的童年和正常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